今天的劳模风采专栏我们一起去认识年届古稀的全国劳动模范朝阳黑猫五星旗炭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牟山奇 一个直径为120厘米的轮胎中 炭黑含量有37公斤 炭黑是由气体或油的不完全燃烧产生的元素炭 并作为颗粒物收集 它能够增强轮胎的耐久性 提高轮胎的抗拉强度 令其更耐露面的磨损 炭黑在轮胎当中 它是非常大的 现在为什么轮胎的指令提高 隔着炭黑指令提高 牟山奇 今年71岁 土生土长的朝阳人 搞基建出身 早年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成立朝阳炭黑有限公司 主要为轮胎企业做配套 进入2000年之后 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企业遭遇瓶颈 做一个能力 想发展一个现代化的化工产业 这是几步运渐的 一个是人的问题 想搞化工 它是很难的 难在哪儿 是不懂吗 一个是不懂 一个是就职的 炭黑是黑的 他不懂的 炭黑它的基础含量会多高 因为我们本地有个老马灵胎 这个原料有个焦花厂 所以说我们中间就是加工 如何做一个优质的中间商 不只满足本地本省客户需求 还要带领更多的人做好项目 过好日子 成为这位老全国劳模步入花甲之年 最大的心病 改造15000年的时候 这就03年 03年我们看到市场 还是说这个有困难 我们盯到04年 又和江西景的镇搞嫁接 我们从个体户加入到国有企业这个大圈台上 我们现在是比较成功的 我当时是15000吨 对现在我们的产量 接近10万吨 身为民营企业家 回看每一次机遇面前的选择 无论是转型做炭黑 还是老民企走新路 牟山旗一直在冒险 上了大船的民企 今非昔比 和江西黑猫探黑股费用性公司达成合资合作之后 引入了大企业现代化的管理理念 技术和资金支持 生产线不断增加 产能逐年翻范 企业家精神弥足珍贵 不论年龄 不论职位 始终学习 不断探索 这是牟山旗对自己和企业的要求 我今年七十一 感到挺自豪 我已经 现在这企业我已经甩手了 现在江西派了总经理 他全境驾驭 门外的事 由我来帮跑 我当全国劳努模范 更应该起头摸摸头 带头作用 下一步如何跟我的发展经济 这是主题 收集 通码